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物課程 辦公室政治經常都是分黨分派的 每逢開會的時候 各個都各執一詞 又說要解決一些紛爭 又說想解決一些大家的路線去向 根本就是沒有用的 只不過我在大反派就看到一件東西 以令我有所啟發 可以解決大家意見不一的問題 就是自動導航坦克車 現在先拆開自動導航坦克車 裡面有一枝Marker 原來這架坦克車還包括4架電 這架坦克車本身對黑色筆的墨水 會作出反應而導航 對於一些喜歡玩模型、玩玩玩玩玩玩玩的朋友來說 這條路軌不需要特意去買 只要用黑色筆再做一張白紙 就可以看到你所需要的路線 你看它還可以直撥到新的路線 可以問問是否一定要畫一條循環線 就可以放心 到路線端端端,它還懂得自動回頭 氣動你了 知不知道這輛坦克車怎樣使用 原來只需要一張紙和一支筆 在開會每組都咬牙切齒的時候 叫每組代表 在這條起跑線上面 再畫多條線 然後再插著這輛坦克車 自動導航就會選其中一條線 如果他選了這條線 那這組還未贏 一個人畫一條線 靠坦克車去決定方向 夠公平了吧 贏又贏得光彩 輸又輸得徹底 完全能夠打破 上司和下屬的階級鬥爭 將不公平撕破 所以說這輛自動導航坦克車 又怎知是普通玩具這麼簡單呢? 如果你都想得到這輛自動導航坦克車的話 只要成為大反派會員 再想到大反派Facebook專頁留言 為何會按LIKE這個坦克車 那就有機會把這輛坦克車拿回去玩 來!向著夢想的路線出發!